我们来看7.2 7.2 这里就是讲这马来西亚主要的河流还有湖啊 好看第一个point他讲 我们马来西亚会有很多的河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一整年都在下大雨啊 好第二个 就是很自然现象啦 河的源自于哪里 源自于高山地区 就是高山地区 那些水会流向平地 流到最后去到Delta 就会流向大海 好第三个 在马来西亚半岛 就是我们 我们这一 side 我们这边是 我们西嘛 我们大多数的河 都是从这个 的山脉 留下来的 我们自己大多数的河 都是源自于这个 然后留去哪里呢 留去 Laut China Selatan 留去南中国海 OK Laut China Selatan 就是南中国海啊 等一下 OK 然后还有留去 Selak Melaka 就是马六甲海峡 OK好 第四个 在沙巴和沙拉瓦 然后在沙巴沙拉瓦那边 就是东马那边 那些河流 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就是从那种 比较内陆 比较港澎的地区 的那些山脉 留下来的咯 然后也是一样 会留去 南中国海 还有一个就是 东马那边的 苏路海 OK 苏路海啊 靠近 Fedipin那边的啦 OK好 第五个 好 他讲 Sungai Sungai Demalaysia Adela Pande OK Pande 就是很短 他讲 马来西亚的河流呢 都是 短短的 OK 短短的 Daman Puniani Aliran Duras 它的水 还是流的很快的咯 又短 流的又很快 OK Dibahagian 葫芦 就是在上游的时候 葫芦是头那边啊 上游的时候 又短咯 又流很快 Serta Baliku Liku 就是 还记得吗 就是玩玩去去啊 玩来玩去 就是差不多接近尾巴的时候 就会玩来玩去 玩来玩去的啦 第六个 这条河总共有560kmkm 560km 越来越大海洋的 马来西亚最长的河来的 你可以highlight一下 highlight一下这个流 马来西亚最长的河就是 Sungay Rajang 然后第二长的河呢 就是在Saba的那个河 叫Sungay Kina Batangan 这是第二名啊 整个马来西亚第二名 是Sungay Kina Batangan 第一名是这个Sungay Rajang 然后第三长的河呢 就是在我们西马这边的 它叫Sungay Bahang Sungay Bahang啊 然后如果只是讲西马 罢了嘞 西马最长的河就是这个Sungay Bahang哦 OK OK好来 看第九个 第九啊 这边啊 第九啊 好 Malaysia Juga Dekunia Kan Tassit Semula Jadi OK这边是讲 马来西亚也是有一个天然湖 湖我们有分成两种 一个是人造湖 一个是天然湖 人造湖通常都是 以前人啊 他们拿来挖矿 懂吗 挖那些 挖到流了一个很大的洞 然后下雨啊 那些水久而久之 就变成一个湖了 OK那些就是人造湖啊 OK好来看 我们马来西亚的天然湖有 Tassit Bera 还有Tassit Chini 这两个 还有一个是 Lorgan Bunot OK在Sarawak的这个湖 就是这三个 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天然湖了 OK好来 第十个 Tassit Bera merupakan Tassit Semula Jadi yang terbersa di Malaysia 我们马来西亚最大的湖呢 就是 Tassit Bera OK好 第十一个 第十一个啊 他讲 可以除了天然湖以外 就是人造湖啦 比如什么 Tassit Kanyu啊 在Tengganu的咯 Cenderu啊 在Temegu 就是在Pera的一个地方 一个湖啊 还有 可能也在KL KL的就是有这个咯 Tassit Bada 还有Titi Wangsa 然后Keda的就是有 Perdu 然后Pudra Jaya 还有Typing 这些都是人造湖来的啦 所以记得 我们的天然湖只有三个 就是Bera Chini 还有这个 Lorgan Bunut OK这三个 其他的都是 人造湖 OK 然后 OK看一下这个地图啊 等一下 OK看一下这个地图 OK这地图没有什么 就是跟你讲 Sungai Muda 这边 Keda 它是Keda 最长的河 叫Sungai Muda 大概大概给你介绍而已啦 这里是什么湖 什么湖这样 哎呀 OK然后Tassit Bera OK Bera就是在 它是马来西亚最大的淡水湖啊 天然的淡水湖 Tassit Bera咯 Kanyu在这里 Kanyu是在 Tengganu这边的 知道吗 OK它是最大的人造湖 OK最大的人造湖 就是这个Kanyu Kanyu湖 Kanyu湖啊 它的作用是这个 Pussat Benjanaan Quasa Hydro Electric 水力发电 水力发电 然后这边也是 那些淡水鱼的来源 就是淡水 就是不是养在海的啦 就是养在这种湖啊 它的水不是咸的 是叫淡水鱼咯 Ikan Ayetawa 好那我们下 接下去 OK到这边 这里是 那个狗的身体 狗的头 这边就是 Saba Sarawak啦 OK Saba Sarawak 这个 这个也是在西马的 Tassit Jendero OK也是在 Tengganu那边的啦 然后 Lugan Bunot就是 东马那边 最大的 人造 天然湖 天然湖 OK在 Saraawak的啦 OK 然后它的狗头 这边 就是Saba这边 有一个 Saba最长的河 OK 也是马来西亚 第二长的河啦 OK 它的作用是什么 Penting Unto Mungangkut Gayu Balak OK就是 就是送那些河的 他们在山上砍了河过后 他们会放在水里面 都给它自己 飘飘飘飘飘 飘去 Mutiti 他们要的地方 OK 然后下一个 Sungai Rajang Sungai Rajang是 马来西亚最长的河 就是在这边 在Saraawak这里的 OK 然后它是 Jalan Benangkutan Utama Jalan Benangkutan Utama 就是陆路交通 最主要的陆路交通 For Nani 不是陆路交通 是水上交通啊 是在Kawasan Benataraman 就是Saraawak 比较Kampong那一路地区啊 他们没有什么 马路的啊 他们通常都是 坐船的对不对 坐船 OK 所以这里是Kampong 那些人要出来的时候 他们的主要的道路咯 就是要经过这个河 坐船在这个河这边 OK 然后 OK Sungai Rajang OK 这个地图 其实是两个连在一起的啦 OK Sungai Rajang 是在Sima那边的啊 OK 然后没有什么 OK 然后到这个 Info Geography这边 来看一下这边啊 Info Geography 你看你的纸 有找到吗 OK 你看 好 他讲在Langkawi啊 靠近Langkawi那边啊 有一个 Pulao Dayang Bunting 有这个 Dayaang Bunting的岛 它边有一个湖 它叫 Tasek Dayang Bunting OK 它是很特别的啊 Unique就是很特别 很特别的一个天然湖来的 怎样特别的法类 我们看 他讲 Tasek Dayang Bawana Hijjau 这个湖它是青色的 OK 它的深度大概有10米 10米就是 1000cm 对吗 对1000cm啊 OK 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 Flora等方法 就是动物和植物啦 然后Tasek Dayang Bunting 水特别拉屋 它的隔壁就是海来的 OK 所以 Aien Yatawa Dantita Buchampo Dangan Aien La Wood 然后它的水哦 它在海隔壁罢了 可是它的水呢 不会跟那个海水 联融在一起的 懂吗 它们是分开的 来给你们看一下 多找一下 等我找的时候 你们可以做一下练习吗 不然你要浪费时间 你们先做 打开你们的练习 然后你们做这边 做这一面 做三先 先做三先 OK 就是list down 河跟湖 马来西亚的河跟湖 S1是什么河 S2是什么河 OK 你们可以先做一下先吗 先做这些 administrators 所以 先做一次 有个。。。 有个 我可以先做一些 都可以做一下 是有什么河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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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